关于收看明镜历史台 现在我们是陶先生的专栏节目 叫细说历史 现在是第一集了 我每一次是扮演这个学生的姿态 来向陶先生指导 我才是您的学生 您这个何种呢 读书破万卷 论述也非常的丰富 资料齐全 这个是个人肉档案馆 很厉害 我们都知道陶先生讲什么话 都是反讽 所以他就知道 他是在讽数 绝对不会 完全是说真话 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 大学受的教育 中学受的教育 其中讲到中国现代史的时候 有一个关键词 叫军华混战 那么我们这一集 讲到 毛泽东 为什么打罢蒋介石 就必然讲到 这个国民党 整个成长不能中间 所面临的军华混战 那么军华混战 我们都知道 军华很多 我希望陶先生慢慢跟我们一个一个审论的一个一个势力来讲 其中我们今天要讲到陶先生的老家 广西 广西 广 中共竞争之后 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奖柜的这个遗留产品 第一个事情呢 就是民革 就是比如说中国国民党 革命委员会 在中国是八大民主党派之一 至少对吧 民革实际上呢 就是由广西的李继生先生呢 好像是担任了第一任主席 对吧 后来文革的时候呢 这个 贵习的首领 李正人归来 那也是一个大事情 九十年代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中国国家领导人 被这个 一个武警战士给杀掉 中国领导人是全世界保护安全 最好的领导人 至于被人杀掉 而这个前国人大副院长李佩瑶 他的爸爸就是李继生 所以真正讲起广西来啊 这个故事是非常的丰富 不过我们今天要请这个陶先生讲一讲 就是以前我们知道叫广西省 现在叫广西区 对吧 广西人 或者广西的文化 在中国的这个 近代现代的这个板头上是怎么回事 在我的感觉不开心的讲 不开心的讲 广西人给我的感觉是比较野蛮 因为我们吃过广西山区 有一只差点被广西人打雷腾 是不是这样 您说的对啊 所以我现在我不敢随便对人承认我原籍是广西贵里 我只能说香港人 因为广西人这个基因确实存在野蛮的一面 我们等一会把这里头的这个范例要好好讲一讲 首先广西这个地方呢 很奇怪啊 他这个地形啊是属于卡斯特地形 卡斯特就是跟我们很多现在很多朋友去那个北越 越南北部去过那个夏龙湾水上桂林 这个山啊 那个形状啊都是一起一幅的 据是这个夏龙湾 还有很多我们大陆的朋友去过布吉 在布吉那个海边看见一块骑石 一两块从海底冒出来的 因为那个一百多万年以前那个是海底 卡斯特地形呢 还有一块地方在云南的石林 所以这种骑山怪水啊 逼触 恶民 刁民 暴民 这三民主义啊 我们说这个这个什么民族民生民权 是源自于广东 但是我刚才说这个刁民 恶民啊 还有这个叫叫愚民都是什么广西 很奇怪 我们两个人不能去广西了 我就是广西人 所以我不怕 这个呢 广西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他这些人老百姓的素质啊 跟他那个风景成反比 你说现在这个国内啊 这个风景啊自然风景 最漂亮 我认为还是广西 比你是浙江啊江苏好多了 因为浙江江苏那些已经工业开发 很多已经不服旧观广西不同 因为他山多这里都开发的比较慢 你这个盖公路啊什么跟云南贵州 云贵跟这个广西是一块 因为他山高啊 这里头你要像贵州这种这种盘 这种就是说盘龙十八弯的那些公路 还有这个电免公路这个是不利于交通 因为云贵一过去就是青壮高原了 所以那没法开发 没得开发就好了 自然景观呢就保留下来 但是也有一个副作用 就是那里的人呢跟外部的世界接触的比较少 那广西的秦朝以前简直是一片张力之地 秦始皇后来设这个武时竞选 那个时候我可以说广西自古以来 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如果你古古到秦朝 这个夏商周啊那个时候啊 这个广西啊没人去的 是蛮子跟那些越南人 后来叫百越嘛对不对 百越就是说其实广西是越南的一部分 而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两千多年前 我跟你讲一讲一个故事啊 我中越啊中国和越南打仗的时候 然后我就到了那个最前线 就是法卡三 在法卡三的时候我就发现啊 就是有人啊啊在修这个战壕啊 地道啊战壕 旁边是尊人 但是讲这些话我都听不懂 那些都民工啊 哎我说怎么话 实际上他们讲的不是广西话吧 不是不是他们是温州人 哎我说你们为什么用温州人呢 哎我们不能用广西人呢 因为广西跟越南人他们是亲戚啊 对这个很聪明 这个证明中共会打仗了 等于现在你去打这个印度兵不能用撞人兵一样 虽然这个撞兵能够适应高山气候 而你打这个越南不能用广西人了 因为他们500年前是一家 所以找些温州啊 或者什么四川 四川都不行了 四川跟广西啊 在张献忠以后啊 也有一点的血缘的关系啊 哎呀今天这个广西啊 我为什么说我没有脸啊 自认是广西人呢 广西这个玉林每年就个狗肉节 现在这个病毒冒的这么凶 狗肉节照样举行 这两个字叫野蛮 连深圳都已经下令 不能吃狗肉包肉了 玉林照样吃 所以这种地方还搞 照狗管理的发展经济嘛 对不对 像广西这种地方 你不让他吃狗肉 那怎么把GDP搞上去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绝对的不问题 还有这个广西呢 这个是这个津田村 太平天国起源之地 对啊 有很多人我们都知道 洪秀全的籍贯是哪呢 广东花县 对啊 就是广州现在的一部分 明明你是洪秀全 全是广州人 你怎么跑到广西去呢 因为洪秀全跑到广西去传教 为什么你不在广东传教呢 因为在十九世纪中叶 鸦片战争前后 广东省 尤其是广州一带 鱼米之乡 经济相当富裕 而且有很多传教士 已经在以广州为基地 已经开始啊 就是传教像英国的 这个穆斯里提摩泰 里提摩泰 还有这个马里逊 这些都取到澳门 或者后来的香港 到那个广州的 然后呢到十九世纪的中叶 那个广东人由于他这个农业 非常的这个经济发达 而且文化也很丰厚 岭南文化嘛对不对 而且吃得好 所以对这个基督教能够接受 那么洪秀全呢是个基督 他那个基督教是在广州一带 他的这个家乡那里听传教士听来的 所以他这个对这个什么基督教义呢 就是学了一点点皮毛 就跑到广西那里去也学着传教 所以这个是个二毛子你知道吗 跑到这个广西呢 结果就在荆田村就跟一批广西人 像冯云山 萧朝贵 这些都是地道的 还有后来这个伟昌辉 姓伟 这个注意了 杀人如麻 一百年以后也有一个姓伟的在广西 还要杀人如麻 伟国庆 所以我现在听到姓伟的 我自然后退三次 倒抽一口凉气 我是这个牛逼 对不对 所以 所以这个 这个广西啊 就是什么烧桥桥桂 冯云山 荆田村起义 萧桥桂这种人在那个广西啊 荆田村那一带啊 是个探工 是在这个摇炉里头烧炭 所以你可见那个时候这个经济落后到什么程度 啊 只有在广西 这个洪秀全在低端人口啊 这个有点得罪 不过我是借中共 这个蔡奇书记的一个名字 我觉得这个很好用 很好用 实事求是 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低端人口 你们现在美国那些白左黑左 去乱砸 搞这些石像 要耶鲁大学改名 这就是低端人口对不对 这就是另外的这个是活脱脱的美国21世纪版的太平天国 这就是黑白黑白左这个我们不谈了啊 这广西呢从一路就在往北一直杀到这个长江流域 然后一直到这个苏州杭州然后在南京建埠 都这个这个病毒啊都是不是源自武汉是源自广西 这个话我就说这个一百年前 对我说这个广西啊为什么这厉害呢 因为他三年 太平天国我讲 太平天国我讲一句 我觉得这个太平天国很像满族 蒙古族 他完全你看他一百年以前打仗法 应该比蒙古应该文明很多吧 但是他跟蒙古玩极一样的他只往前面打 他后面没有任何的后勤系统 没有任何的现代的军事 没有的 完全就没有 没有 他不需要 他就是强先人杀人 对打到哪抢到哪 对 他没有后勤的 所以呢他只 他只能够经过中国这个江南一带 这个复数的地方才他才行 因为他一直什么打到这个什么安庆啊 九江啊 这个安徽一直打到这个浙江啊 这些都是有得吃的 如果他要打到什么陕西啊 甘肃啊那边呢他完蛋了 因为他到底是南方人 广东人跟广西人 这广西还有点厉害呢 我听这些长辈说 以前他们行军啊 这国民党的军队进了这个广西啊 那么这些军队晚上要睡觉的对不对 就到这些古庙里头啊破庙里头啊 就是说一队兵就是说十几个二十个人 就席地而睡 就穿这个军装 然后弄张极子就在躺在这个地上啊 然后呢这个军队的士兵啊很有几率 都是脚朝墙壁这个头朝外就在这个古庙打地坡 可能就七八个人一排十个人一排 那么广西的人很穷 他要来抢这个这些兵啊这个枪 那他怎么抢呢 往往是用妇女你知道吧 两个女人可以把二十个这个国民党的这些兵啊 把他晚上给搞定 抢光抢了他们这个枪 怎么抢呢 原来这个广西妇女啊 她平时运粮食用长的竹子 用长的竹子啊 这个竹子上面吊着这些啊粮食 这跟湘西啊 这个感思也是一样 感思就是长的竹子啊 长的竹子啊 然后呢就是说把死人呢这个带回去 你知道吧 其实这个前面一前一后两个挑夫啊 就这样走 然后啊这些尸体啊 就在用这个用两条竹子 用两条竹子把这个尸体一条条 那样伸开臂手背 就这样当中搁着 然后这个挑夫在后面赶 所以你晚上看见就好像这个僵尸啊 能够直立起来赶路 就是一样的 这个湘西跟这个广西 都是用长竹子 那你说这两个广西农家妇女 怎么把你这个兵家 兵哥搞定呢 他等你睡到三更半夜 两个女的一条长竹子 偷偷的进这个庙 你这个兵哥不是头朝外 脚朝墙壁吗 睡得很整齐啊 因为你这些兵啊 各个身高都差不多 所以你这个头跟喉咙 都是一样都是可以一条直线 那你两个女人拿这个墙那个墙 竹竿子 一个在这一端 一个在那一端 一二三把这个竹子 朝这一排啊 这些士兵的喉咙啊 一下子把他压下去 然后一头一尾两个人一坐 这两端一坐 坐死 然后呢 这当中这七八个 十个八个兵呢 就活活给闷死 这个喉咙啊 就在睡梦中就是被他这样干掉 很简单的力学原理 你连翻身的气力都没有 一下子坐下来 可能还身上抱着一抱你 你翻身都翻不了了 很厉害了 这广西女人把你活活啊 这个咽喉啊 一条竹子一条 然后把你就奔死了十几个 七八个 少则四五个 然后把你这个枪啊粮食 很厉害 就把把你这个枪啊 拿走然后出去卖 所以这个广西人呢 打仗啊 跟越南人呢 这个很厉害的 所以说我们讲到这个蒋桂战争呢 蒋桂战争蒋介石去打这个广西人呢 等于后来邓小平呢 就陈越战一样 你吃大亏的 这个广西人不得了的 很饶愉骁勇善战 而且不大讲道理 打得很狠的 所以他有这个背景 很厉害 而且广西那些蛇多 所以你蛇多 蛇虫多 生人多 高山多 所以人都很有警惕性 外面的人进不来 里面的人也很少出去 啊 所以是什么后来 壮族自治区啊 这么 而且这个广西啊 他现在 重新划分广东广西的省份呢 他没有海岸线 没有海岸线 本来呢 在海南岛雷州半岛以西 还有两块 一个叫青州 一个不知道叫什么地方 那个有一块的海岸线 国民党的时候 啊就是把他这个化 化归这个广东省了 所以这广西完全是个内陆省份 也是受到歧视的